海外网8月15日聚美联社,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多家美媒报道,土耳其对美国一系列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其中包括乘用车,酒类饮品和烟草等,资料图令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。 根据土耳其官方公报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了一项法令,将美国进口乘用车税率提高120%,酒类饮品的税率提高140%,烟草税率提高60%,此外,化妆品、大米的和煤炭等商品的关税也有所提高,连日来,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,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,鉴于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快速走低,他已下令将土耳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,其分别征收50%和20%的关税。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,英美其牧师布伦森至今仍被土耳其监禁,美国决定制裁与此案相关的土耳其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。 对于美国的制裁,土耳其立即予以回击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,威胁断绝与美国的伙伴关系,趁除非美国开始尊重土耳其主权,同时证明其理解我们国家所处困境,否则将之双边伙伴关系予危险境地。 13日,埃尔多安在阿卡拉发表演讲师说,同类密切合作的被冤枉国,美国企图从背后捧土耳其一刀,埃尔多安强调,美国试图通过发动经济战,实现借助挑衅和政变无法栓,力大高的目的,但我们不会屈服,更不会投降,我们将加以应对和反击。 14日,埃尔多安在一场集会上表示,土耳其将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,埃尔多安强调指出,土耳其应将保持低利率,将寻求与中国、俄罗斯等重要贸易伙伴,以更必要非美元进行交易。 海外网姚凯红CM免责声明,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